人贩子将拐骗来的女孩低价出售 再强迫女孩去做不正当的人体交易 先把拐骗来的女孩统一送到山上关起来 只要被骗到这里来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将会成为人贩子赚钱的工具 人贩子会以各种高利益或者其他手段将女孩骗到这里 然后对女孩进行各种洗脑吹捧 跟女孩说自己才做了不到半年就买百万好车 做这行事有多么的容易赚钱 对于爱慕虚荣的女孩根本没有任何的疑心 想想自己只要在这里工作三五年就能一锦还乡 瞬间就露出洋溢的笑容 接着人贩子就贴心的让女孩上车去 可他不知道他这一去就成为人贩子的赚钱工具 做这行赚钱是真的 只是在为别人赚钱罢了 被骗来最小的女孩也才十四五岁 本该在最美好的年纪享受青春 而如今已经成为人贩子任意摆弄的玩物 人贩子将会把女孩一直关到服从为止 然后逼迫他们去做人体交易 再或者直接将他们卖给别人做老婆 他们的余生只能完全听从别人玩弄 不听话就遭到残忍的毒打 一直打到求饶服从为止 若是假服从被发现后就带到山上毒打 这样的显然对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他们可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在这种不听话的女孩身上 几个人贩子会先把女孩好好玩弄一番 然后再把女孩卖去做器官交易 让他们死也要死的有价值 真正服从后的女孩会给他单独安排一间简陋的房间 让他24小时随时服务 只要有客人进来 他都必须乖乖服侍好客人 服务不好还要遭人贩子的毒打 他的一二十年青春将会在这里全部奉献给男人 直到没有利用价值后再卖给别人 幸运的女孩就被买去做老婆 如果听话就给一点剩饭吃 要是不听话就被男人打 在这样的情况下女孩只能服从 但对于那些被人贩子利用去赚钱的算好多了 虽然需要干各种很多的苦力活 起码不用每天都被任意糟蹋 也有的女孩被骗来后就直接转手卖出 这样就不用为任何风险而发愁 买家会根据女孩的长相来出价 像这种长得漂亮的就能卖到十来万 如果是差一点的几万就可以买的 谈好价格就会立马给钱 随后将女孩带到山上偏僻又隐蔽的地方 余生将会一直给人贩子赚钱 在此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被人贩子的各种高利益所蒙骗 天上不会无故掉下馅饼 更不会掉到你的头上 好好安心努力工作 挣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钱 好 好